今天的晚餐挺丰富 有菜有汤 做了一个又香又辣的辣子鸡 下马版本的 下午的5点50分 开始做饭 先平底锅里面喷油预热一下 我用的是内子豆腐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豆腐的口感 很嫩 它只有冷热之分 没有生和熟 豆腐本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就稍微的煎一煎 淋上一点蛋液 撒行葱花 淋上两圈的生抽吧 我没有加盐 大家如果觉得淡了一点 可以加点盐 煎到凝固就搞定的豆腐滑蛋 小朋友吃起来是挺好的 调味也不重 砂锅里面倒了一点水 先给它烧开 这杯铁锅我来炒辣子鸡 用的是嫩鸡 尽量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放一点生姜 放到油锅里面给它干炒 把水分炒干 像这样子焦香了 你就把多余的油给它捞出来 整个吃起来口感就不腻 留点底油 我放了有六七个的小米辣 两圈的红烧酱油 少量的食用盐 调一下味道上好颜色 再把泡好的干辣椒段 一点花椒 碾水倒进去 小火焖了有15分钟 嫩鸡比较容易熟 焖好以后大火受汁 没啥汤汁的 你就放一点洋葱 白芝麻 味精 给它翻拌均匀 刚刚我其实是忘了 放那个新鲜的大蒜腻的 你可以加进去 再撒上一点孜然粉 我的辣子鸡就搞定了 感觉是热着吃冷着吃都很好 这个是我今天去市场 看的这种新鲜的扁豆 放一点青椒 干扁就放在铁锅里面 没有放油的 就这样子给它炒出这种虎皮状 怕它不熟就尽量多炒一炒 全部软了 加点食用盐 调味道 等到铁锅没那么热的时候 降温了以后 你就再倒入一点食用油 我刚刚用的是辣子鸡的混合油 出锅之前加一点蚝油 调一下味道 试一下咸淡 觉得可以了 就出锅装盘 这个豆子很嫩的 下空心菜的季节 我把叶子摘下来明天吃 这个梗子 你就放一点小米辣蒜末 给它拍碎 给它炒软了以后 调味就盐 生抽 白醋 就这三样 它炒出来是那种生蒜辣辣的 配粥啊 配米饭 真的是很下饭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现在看的是绿的 等到吃饭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那种黄色的 当我煮的蛤梨汤 已经刷洗干净 泡了一下午 烫开口放一点裙带菜 盐 白胡椒 葱花 油 如果没有裙带菜 其实放一点黄瓜呀 都是很清爽 又脆口的这种汤 真的是蛮好喝的 今天的辣子鸡就是半子鸡 真的是又香又辣 冷吃热吃都可以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 就尝试一下 我的不足就是 没有放这个蒜末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